大家好,我是雷扬 欢迎来到我袁绍双传奇莫德党的最后一期 这期真是做了我不久的时间 因为毕竟是国庆节 就希望能够做得更精彩一点 让大家看得开心 但我们就继续接着上一期的战略态势玩下去 因为上一期已经称帝了 所以这期的目的就是先要干掉吴国 取得战役胜利 但是毕竟因为吴国的首都现在和我接壤 所以要取得战役胜利 其实有点过于容易 所以今天我就准备先取得战役胜利 然后再去多打一打 取得这个游戏的终极胜利 因为毕竟我手上现在这么多名将 不用也可惜了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现在就先拿含碎的安定农场开刀 这个我的小弟张燕带了两队人过来帮我 加上对面7000人都快变成万人大会战了 这么多人在这种旷野地形打仗 真不要太爽 他对面骑兵其实蛮多的 不过现在是冬天嘛 所以他骑兵也不足为惧 毕竟万人大会战还是很壮观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一点不一样的呈现方式 关东有意识心兵陶军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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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需要观众计判明会 不认识心兵陶军修 也许心兵陶军修 其心兵陶军修 復借心兵陶军修 自然的 自然 一辈子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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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猪猪尔银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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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猪尔银行 猪猪尔银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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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猪尔银行 猪猪尔银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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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猪尔银行 猪猪尔银行 猪猪尔银行 猪尔银行 猪尔银行 猪猪尔银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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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猪尔银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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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猪尔银行